哈喽大家好,我是Uiz COG IN THE HOUSE 今天我们邀请了COG的同事 哈喽,我是Nick 嗨,我是Nick 哈喽,我是欣燕 4月24日,全国马来友族 开始了他们的在级月 Yana Ramadan 那平常这个时候的 Poki Pintang,Mashi Jami 或者是我们住宅附近 都会有在级月的市集 那我们COG之前呢,就做过了一起50块的挑战 在在级月的市集,我们到底买了多少样的美食? 可是呢,今天我们不是来聊 在级月的市集,我们能够买到什么的美食? 我们是来聊一聊 我们到底对马来友族文化有了解多少呢? 所以呢,今天我就邀请了西游界小伙伴们 一起来聊一聊,Let's go! 第一道问题开始 在级月期间,其实会让你想起什么? 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起 马来人很可怜哦 就是饿肚子,也不可以吃也不可以喝 不要贴切的话就是躲在一旁吃东西 就算连喝水都要偷偷摸摸 转个身这样子喝一下 然后可能你连这个吞咽的动作也都尽量 不要给他们看到 我曾经在级月被骂 因为有一次我去逛街 那时候我就喝水 然后店员就喊着我这样子 这么喝水? 其实他是诬认我 是他的马来同胞 哈哈哈哈 好尴尬哦 可能就那时候晒得比较黑吧 哈哈哈哈 所以现在摆毁了一点 然后 在级月的我是想到 那个在级月自己 以前读书的时候 就会很喜欢去那边逛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很惊讶 就是我没有想到 哇原来马来人的刺激是那么丰富 我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烤鸡 因为实在是太香 它就是用很多不同的香料腌制 然后就是用碳烤来烤 那个叫做Iyan Perchi 而且它就是一只 你不会吃太饱 你要吃饱你就买了多几个这样 所以是蛮方便 然后又可以满足一下那个食欲这样 最喜欢最喜欢 我也是曾经亲手自己做过的 马来竹筒饭 还有那个Bubbo Lambo Bubbo Lambo就是马来的那个粥 然后那个Bubbo Lambo呢 是马来人开在一定要吃的东西 它是一种混合了很多香料的粥 它每年的那个Bubbo Lambo Lambo 它都会在马歇加面那边吃很大一锅 然后免费派给人家吃 我们可以知道吗 可以可以可以 它是免费派的 然后据说它一通可以派几千份这样子 很多人去那边拿 OK的 离公司很低 明年谁 在这一月吃鸡里面 我最推荐的食物是Roti Jala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它就长得很像一个好像鱼网这样子的 它是黄色的 它吃起来就好像面这样子 但是它是沾咖喱汁来吃 它是很好吃的 我就每一年的宅节月 我有去逛那个宅节月市集的话 我都会去买这一套食物 请问派宅节是五十零的新年吗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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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也可能不太喜欢 他们味道有些很重的 其实是开灾节 庆祝他们灾界月 这一个月来 终于成功了 战胜他们的预念 然后去庆祝了一个节日 他们的那个新年 其实真正是叫阿瓦摩哈让 所以灾界月它不是新年 就一天罢了 但其实他们的回历新年 不像他会来的样子 很大事庆祝 他们只是在讲很低调的 自己跟家人一起去祈祷 一起去吃饭样子罢了 他不像我们华人的印象 就是华人过新年了 都盖到很红色的蜂蜂 第四题 什么意思 有人懂吗 什么是 不是礼吗 不是读就 不懂 是不是那个开灾节 过后的第二天到第六天 他都有在宰界 所以被称为华舍恩 对吗 对啊 哇 挺厉害啊 挺厉害啊 但其实这个不是恐怕 是个人的 就是看你自己意愿去华舍 就是他们获得的那个功德会更大 就讲 因为他们其实在宰界月里面 他们做好事 或者是布施什么 他们会获得比平常日子更多的功德 这样你的华舍恩 可能是再可以得到 Astra的功德 第五题 结了婚才可以给情报 yes or no 很兴趣 结果 阿内是对的 因为我听说 只要有做工就可以给 是吗 他们就是 只要你出来社会做工了 你就可以要给情报 给小辈 就是他们还没有出社会的人 其实华人都是结了婚才给红包就对了啦 他们讲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就给红包 你会嫁不出去 啊 很好很好很好 对你不要给啊 我不会给啊 但其实我发现这个情报啦 好像只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才有罢了 因为很奇怪哦 我没有听到别的国家有派情报 有派纸报 真的是 马来西亚有派了 我们今天呢 就是到这里 那你对马来有毒的文化了解有多少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然后并且分享按赞 让我们一起祝大家 开在节快乐 开在节快乐 开在节快乐